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把潘美说成是迫害杨家将的罪魁祸首和暗同辽国的汉奸是有些冤枉她了 那么这段历史的真相究竟会是什么样? 历史上的杨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杨令宫的称呼又是怎么来的呢? 而宋太宗赵光义又会怎样封赏杨业和处置潘美呢? 听着故事读历史 透过连统寻真相 戏里戏外奥秘无穷 中山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康宝成先生 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讲述戏里戏外说历史之 杨家将第二集《杨业传奇》 我们今天先来看一看历史上的杨业其人 根据文献记载 杨业它的原名叫杨丛贵 他是临州人 临州就是现在陕西省榆林市的神木县 北宋大文学家欧阳修 在给杨业的侄孙杨业写的墓志里面说 杨市居住在临州的新秦 而新秦这个地方呢 晋湖和北方少数民族杂居 这个地方以战舍为俗 这就是以杨业为代表的杨家将 能够威震弃丹的重要原因 杨业的父亲叫杨信 他是临州当地的一个土豪 在军阀混战的时候啊 他先是自命为临州刺史 他后来他归顺了北州 得到了一个正式任命 北州任命他为临州刺史 但是杨信自己归顺了北州 却让他的儿子杨重贵 也就是杨业 去投了北汉 他为什么这样做呢 因为当时军阀割据 在军阀割据里面呢 势力最大的就是北州和北汉 双方相互对峙 经常打仗 究竟录死谁手 这可不好说 所以杨信自己归顺了北州 却让他的儿子杨重贵 归顺北汉 也可以说是一种 焦吐三窟的做法 想给自己留条后路 二十岁的杨重贵 在北汉刘重手下当兵 他从一个普通士兵 做到下级军官 再从下级军官 做到高级军官 他被任命为 建雄军节度时 那就是军区司令了 在这个过程当中 杨重贵屡立战功 所向克节 国人好为无敌 史书上记载 早在北汉时期 杨业归宋之前 已经被叫做无敌了 北汉的刘重 看到杨业这么骁勇 就特别喜欢他 他给杨业赐姓 姓刘 改名刘继业 并且把他 置于自己的孙子辈 收养 赐姓赐名这样的习俗 自古就有 一般都是帝王 为了笼络人心 把自己的姓 赐给自己的臣子 或者属相 有的时候 再给他们起一个名字 目的是笼络人心 希望这些人 效忠于自己 而被赐名赐姓的这些人 往往是感恩戴德 那么杨业不仅被赐姓 赐名 而且被刘重 作为孙子辈来收养 可见刘重 对他的宠爱 北周 柴荣病死之后 柴荣手下的大将赵匡胤 发动陈桥兵变 黄袍加身 建立了宋朝 赵矿印 旨在统一 他要灭掉北汉 但是一直没有机会 一直等到了开保元年 北汉主刘军病死 他的儿子 他的养子 他没有亲生儿子 他的养子刘继恩继位 赵矿印认为机会来了 就在八月下诏 讨拔北汉 本来 宋朝和北汉之间 力量悬殊很大 北宋的兵力 要比北汉强大很多 但是 北汉依仗着 都城太原 城高墙后 强高墙后 再加上 他们有个强有力的外援 就是契丹 所以 一直到公元976年 打了八年 赵矿印突然去世 北汉 还没有被降服 到赵光义继位 他在太平新国四年 御驾亲征 再次讨伐北汉 赵光义采取一个 围点打援的方法 他先把太原城围起来 围而不打 而是呢 把这个北汉的援军 弃丹的军力 消灭掉 再回过头来 围攻太原 即使太原城 成了一个孤城 那么这个时候 城中的军心就动摇了 很多士兵军士们 纷纷的私自偷跑出来 偷想 北汉有一个书密使 叫马峰 本来已经又老又病 在家里都休养了 看到形势危机 就自己呢 就坐着轿子 让人抬着 觐见了北汉主 刘继元 劝刘继元 投降 而刘继元 也就是杨继元 根本不知道 北汉主 已经投降了 他当时呢 是在太原城的东南 巨城栗战 赵光业 赵光业就让刘继元 去劝说 杨继 投降 杨继 面向北 大哭一场 换上便服 来见赵光业 赵光业一见 大喜 他就让杨继 恢复了本性 原来杨继叫刘继业 恢复本性 姓杨 给他单名一个字 业 也就是说 从杨继归宋开始 他就结束了 他使用了 二十来年的名字 刘继业 以杨继的名字 活跃在历史舞台上 有一个现象很有意思 就是宋朝一边的史书 寄杨继业的时候 都寄杨继业 很少很少有寄杨继业 但是你看 辽史 都把它寄为杨继业 极少极少有寄它为杨继业的 而民间的戏曲小说呢 很多都说它是杨继业 那么这种情况是怎么产生的 应该是和杨继归宋之前 他在北汉叫刘继业 而北汉和辽关系交后 他们叫习惯了 也许是这样 为什么就是民间戏曲小说里面 杨继业又多叫杨继业 还是很值得研究的 还是个名 那么杨继归宋之后的八年当中 就主要是带兵驻守在宋朝的北部边陲 以抗辽为药 为他的药物 那么赵光仪给他的职务是代州刺史 代州就是现在山西省新州市下面的代县 代州和辽人占领的硬州交界 是名副其实的边关 是抗辽第一线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而且啊 代州和辽人之间的距离很近 辽人用的是骑兵 那个路平又近 一冲就到 所以代州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防务要地 赵光仪把代州交给杨继 可见对他的信任 此外 赵光仪还给了杨继一个职务 这个职务是三郊祝伯兵马部署 我们知道宋灭北汉以后 赵光仪曾经任令潘美 做三郊祝伯兵马都部署 杨继是部署 潘美是都部署 多了一个都字 那按照我们现在的理解 就是总司令和司令的区别 那三郊祝也是辽宋之间的一个战略要地 那赵光仪对杨继是久闻其名 现在看到这位肖将 归顺自己 为自己守边 当然是大喜过望 所以杨继到戴州赴任前夕 赵光仪给了杨继特别厚重的赏赐 史书上说 帝密封驼装 赐欲甚厚 驼是带子 带子里装的是什么呢 金银财宝啊 珍珠玛瑙啊 由于是蜜蜂 谁也不知道 深得宋太宗赵光仪信任和器重的杨继 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军事才能和战功 而他的对手和敌人 又是怎么看待他的呢 坚密杨继 杨继上任之后不久 就跟潘美合作 打了一场漂亮仗 当时 辽军的十万大兵 入侵到了燕门关 燕门关 在现在带线西北 大概四十里左右的一个地方 是古代有名的军事要塞 中堂著名诗人李赫 有一首诗叫燕门太首行 诗里写 黑云压城城一催 假光向日金银开 这个大家都很熟悉 可见燕门这个地方自古以来 就是战略地位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 杨越 他率领了几百个清旗兵 从小路绕到燕门关的北边 从背后突袭辽军 和潘美的大军南北夹击 这一战啊 大获全胜 辽军丢盔卸甲溃不成军 截度使驸马势中萧多罗被斩 而马军独指挥李重慧被活捉 这一战 杨越是大显身危 从此以后 七单的军队 看见杨越军队的惊奇 就急忙撤退 急忙退兵 那么这一战也让宋太宗 更加幸运杨越 于是宋太宗 又给了杨越一个新职务 叫云州观察室 云州就是燕云十六州的云州 当时还在七单人的占领之下 所以云州观察室 也是一个虚弦 是个记录观 杨越是摇领 只拿云州观察室的俘虏 但同时我们可以想 云州还在七单的占领之下 让杨越担任云州观察室 给他这个职务 其实就是对他收复失地 寄予厚望 那么杨越的优势究竟在哪里 为什么他被号称为杨无敌 为什么辽军看到他的旗帜 就吓跑 为什么赵光益对他那么信任 那么器重 我想啊 这除了他本人 武艺高强 以一当百之外 最重要的 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指挥员 我总结了四条 第一条 是他善用骑兵 第二条 是他善于突袭 第三条 是他善于打夜战 第四条 是他善于对付骑兵 我们知道 契丹 它是一个游牧民族 像骑马 放牧 狩猎 射箭 都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个部分 契丹的军队以骑兵为主 而生活在中原地区的宋军 以步兵为主 骑兵 对付步兵 它最大的优势 一个就是速度快 第二个就是冲击力强 无论是冲锋 退阙 袭扰 救援 骑兵 来去如风 就算是打了败仗 骑兵退却的也快 那步兵要追 根本追不上 只能是望尘莫及 所以 契丹军队 辽军 之所以能够成为 北宋的心腹大患 原因 就在这里 而杨业呢 他是以战舍为俗啊 他手下 有一支几百人的青旗兵 正好弥补了 宋军的缺陷 这支青旗兵 早在北汉的时候 已经训练有素 后来在抗辽战争中 发挥了巨大作用 能够 以快 制快 发其突袭 出其制胜 杨业不仅自己善于使用骑兵 而且善于对付骑兵 杨业深知骑兵的弱点 骑兵的弱点是什么呢 就是怕弓和弩 弓和弩 弓是两种不同的兵器 弓比较原始 靠人力拉弦 来直接弹射 这个箭发出去 它的有效射程比较近 大概百米左右 那么 它的这个命中率 也不是很高 但是弩就不一样了 弩是靠机关 来积蓄弹力 还可以用双脚来踏弦 它的力量 比手拉弦要大得多 而且命中力 也比弓要高得多 辽军 以骑兵为主 骑兵 有人有马 它的这个挨射的这个面积 目标 比步兵大 而且骑兵速度快 它躲闪遮蔽 弓弩的能力 也比步兵差 我们提到 杨业在陈家谷之战的时候 曾经两次提出来 要用弓弩 对付辽军的骑兵 可见呢 它的确掌握了骑兵的弱点 这就是杨业 让宋太宗 放心 而让辽军胆寒的 主要原因 此外在战略上 杨业 还不仅仅是一名指挥员 他还是一名 军事家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正是杨业传记载啊 宋史杨业传记载啊 他经常 陆座至军事 在那么高寒的地区 他穿着加衣 陆座至军事 什么是至军事啊 无非就是研读兵书啊 研读战术啊 战略战术啊 是吧 那么 代州和辽营的距离很近 陆又平坦 辽军用骑兵 一冲就到 你怎么防范呢 只有铸城堡 修营来 到了宋仁宗时期 包整曾经上书 这么说 他说 先朝以肖将杨业 守戴州 创成磊 于今赖之 你看过了多长时间了 从太宗 到真宗 到仁宗 大半个世纪过去了 杨业在代州修的成磊 还在抗辽战争中 起着重要作用 我们中国 有句话 叫 穆秀于林 风必摧之 行高于人 恩必非之 杨业的战功 宋太宗 对杨业的高度信任 和赏赐 就引起了 北宋朝中一些 老臣的嫉妒 宋史杨业传说 主将戍编者多计之 有浅上傍书 赤言其短 有人给皇帝上书啊 说杨业的坏话 而宋太宗 看了以后 赵光义看了这些棒书 不愈理睬 不愈过问 他封其造 以赴业 他把这些棒书封起来 交给杨业 可见 宋太宗 对杨业的高度信任 而另一方面呢 杨业的对手 契丹人 对杨业那是又恨又怕 但是同时 又很崇敬 辽史在寄其他的宋将 被秦被俘虏的时候 一般只寄一次 顶多呢 重复寄一次 寄两次 但是杨业被俘以后 在辽史里面 出现了五六处 杨业被秦 出现了五六处 可见 杨业平时在战争中 使他们畏惧 一旦把杨业抓住以后 他们当成是一个非常大的大士 谈官相庆 那么辽人同时呢 对杨业又很敬重 最能够体现辽人 对杨业敬重的 就是辽人自己给杨业 修了一座庙 来祭祀他 在杨业死后六十几年 北宋有一个大臣叫刘察 他在出使辽国的时候 就写了一首诗 叫杨无敌庙诗 他明确地说 这个庙就建在古北口 明末清初 顾眼五曾经怀疑过 说杨业抗辽 不在这个地方 干嘛要在这个地方 给他修庙呢 他有的学者就推测 说杨业被俘以后 可能被压到过这个地方 甚至说杨业的首级 被传逝到这个地方 其实 在辽人的家门口 古北口在哪 幽州离幽州很近 就是现在北京市密云 在密云县境内 你要顺着精密公路走 那个庙现在还在那 那等于是说 辽人把自己敬重的一个英雄 给他修庙 就是为了祭祀方便而已 在自己家门口 来祭祀一个对方的 敌国的英雄 杨业战死疆场 让宋太宗赵光义悲痛晚分 但痛失良将的他 对杨业死后的封赏 却少得可怜 根本不符合当时的理智 这是为什么呢 而在此后不久 赵光义却又再次 重重封赏了杨业 远远超过了杨业官职的赏赐标准 为什么宋太宗的态度 会有这么大的变化 其中都有什么样的秘密呢 请继续收看 《戏里记败书历史》之一 杨家将第二集 杨业传奇 从后来宋太宗的诏书来看 赵光义对杨业的战死 那是极度伤心的 甚至要比东陆军的惨败更伤心 杨业如果还在的话 他可以训练骑兵 他可以继续威震辽芳 那就不会让宋军 为辽如虎 将来收服燕云十六州 可能还有希望 可是杨业去世以后 宋军对辽的攻势 就编为首饰了 从文献里面 我们知道了一个情况 就是杨业刚刚战死不久 赵光义对他的赏赐是很少的 远远低于观察史 这个级别的官员 阵亡的时候应该得到的赏赐 可是没过多久呢 我们看到了另外的赏书 宋太宗 赵光义又下赏 再赏赐养业 给了多少呢 给的是 刺齐家 不薄千匹 素千石 同时 正太尉 大同军节度 这个不薄的赏赐数 达到了最初赏赐的十倍 而素的赏赐数 达到了最初赏赐的一百倍 而且呢 杨业生前是观察史 四品 现在给他追赠 太尉大同军节度 节度史 一品 超规格的追赠 欧阳修 在给杨琪的墓志里面说 杨业死后 被赠太师 中书令 这个荣誉之物 远远高于 观察史四品官 阵亡以后 应该得到的 这个规格 远远高于这个规格 中书令 可以简称为令公 这就是后来戏曲中 把杨业称为杨令公的来历 此外杨业的几个儿子 有官的升官 无官的给官 那么 赵光毅在杨业死后 他对杨业的态度 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大的变化呢 原来杨业在战死之初 并没有被当作烈士来看待 你想啊 并不是每个战死的人 都是烈士 如果他自己战死 是由于他自己轻敌 冒进 中了埋伏 给国家造成了损失 当然他自己 也战死 那么这样的人 你能给他很高的赏赐吗 不可能啊 那么杨业应不应该为战败担责呢 当然不应该啊 他是被逼 才进兵的呀 但是杨业死了 死无对证啊 还有人活着呀 那活着的人怎么说呢 那活着的人 为了推脱责任 他可能反咬一口 对吧 说这次金兵 完全是杨业冒进呢 甚至是说 他和我大宋有二心呢 你按照王生的说法 对不对 他还暗中指责 杨业可能同僚啊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情况 皇上应该怎么处理呢 所以我想 那么赵光义在最初的时候 给杨业那么一点赏赐 很可能是受了 有些人的这种影响 这些人说杨业的坏话 那么赵光义当时是信了 那么有学者发现 后来不久 有一个叫刘吉的大臣 冒死上书为杨业辩护 他正杨业中赤 为奸臣所献 这个叫刘吉的这个人 那这个发现很重要啊 要是没有人在皇上面前 说杨业的坏话 一贯信任杨业的赵光义 不可能在杨业战死以后 给那么一点赏赐 要是没有人说杨业的坏话 诋毁杨业 也就没有必要冒死 血忠臣冒死给杨业招雪 对不对 那么是谁说了杨业的坏话呢 很明显 肯定是和陈家谷之战 有厉害关系的人 对吧 而为杨业血缘要冒死 也可见 说杨业坏话的人 权势之大 主帅总是要为失败 承担责任的 本来是由于他们的轻敌 争攻 甚至是怀着更阴暗的心理 来逼杨业进兵的 最后造成了西路军惨败 赵光义内谦编民的计划失败 而肖降杨业战死 那这个责任很大呀 杨业死了 他们就编出一道谎话来 去忽悠皇上吧 但是皇上也没有那么好忽悠的 有人就认为这个刘吉 就有可能是赵光义派去 调查事件真相的人 本来是北宋开国元勋的攀美 为什么一步步的成为了戏剧舞台上的大奸臣潘仁美 而历史上的潘美又是怎样屡历其功的 从潘美到潘仁美欢迎收看 好想在天际呢 可能都是飞鸟 新组建了一支从来没有过的部队 追赶风的速度 我们需要的是一群恶狼 认准新的方向 我们要趁此机会 展开一场战略行动 没什么小鬼 对我们行踪入行动 我呀 壮士凌云 只为守护脚下的土地 中央电视台继续连到第一散兵队 杨业战死的真相逐渐浮出水面 而对于应当承担失败责任的人 宋太宗又该如何处置他们 而在民间 对英雄杨业无比敬仰的人们 对赵光义的处理结果会满意吗 人们又会以什么样的态度 来表达对潘美的愤恨呢 请继续收看 戏里戏外说历史之 杨家将第二集 杨业传奇 所以后来就真相就明白了 所以赵光义在知道了真相以后 先后下发了两道诏书 第一道诏书是这么说的 说杨业 城坚金石 气急风云 说杨业的失败 是由于群帅败约 援兵不前 既然是群帅败约 那就应该对群帅进行处理 赵光义宣布 处理的结果是潘美降三级 王申 刘文玉 罢官 冲军 赵光义的另一道诏书 主要是处理 主要是处理潘美 说潘美你窝有重兵 可是你没有能够侦查敌情 你没有能够很好的防范 敌人进攻 致使献此声明 使我消降 赵光义说了 就是由于群帅美的指挥事务 让我内签编写的计划失败 让我的爱将 消降 杨业 牺牲 这道诏书里有八个字 很厉害 说 具体显究 合正行书 什么意思啊 你这个错误太严重了 本来应该交司法处理的 念其以往的功劳 我们就暂时从轻发落 是这个意思 那么 民间对赵光义 对潘美的这种处理 是不认可的 那潘美仅仅被贬官了三级 民间呢 就有各种各样的传闻 口述文学 戏剧小说 就对赵光义对潘美的处理 做了重新的解释和谄罚 其中 一种说法 就是我们讲过的 原杂句八大王里的说法 六郎 到皇帝面前 告狱状 皇上八大王 扣准这几个人 主持正义 让杨六郎在狱中 把潘美给杀掉了 第二种说法 明代的小说 杨家将小说 就写呀 杨业战死之后 潘人美 我们在说到戏剧小说的时候 这个名字发生变化 是潘人美 在讲正史的时候 他名叫潘美 在明代的小说里边 潘人美 在杨业战死之后 果然 上书说 杨业贪功冒进 中了埋传 致使 损国 海极 而杨严昭 杨六郎 上书 为自己的父亲 来辩冤 结果皇上呢 就命令 参知正事 傅顶臣 来审理此案 潘人美呢 就让一个使女 去向傅顶臣 行贿 被扣准当场给抓住了 于是太宗再命令 西台御史 李济审案 李济用刑 让潘人美招出了实情 最后处理的结果是 潘人美 削之为民 民间还有一个说法 第三种说法 说呀 杨业战死之后 潘美 王申 为罪 想要掩盖 事情的真相 而杨业的妻子 蛇氏 上书 为丈夫 辩冤 太宗 所以将潘美 王申 削之为民 这个说法 是清代 地方治的说法 我们后面 还要涉及到 民间的说法治次 就是以近代的戏曲 潘阳宋 为代表 这个戏写 杨业战死之后 六郎杨严昭 回京 向母亲 奢太君 报信 奢太君 趁着给 杨令公 做寿的机会 把皇上 赵光义 八大王 赵德方 以及宰相 扣准 都请到自己 家里来 借机 把 潘仁美的 罪行 一一诉说 希望 皇上秉公 处理 潘仁美 太宗一开始 不愿意结状 在八大王 和 扣准的 督促下 要求下 将潘仁美 逮捕 让 扣准 审理此案 最后 将 潘仁美 冲军 边关 而 求车 在途中 遇到了 潘仁美的 儿子 要接牢车 当然 不会成功 被宋朝的军队 全部给消灭掉 总的来讲 杨家将戏曲 夸大了 历史人物 潘仁美的 罪行 把历史人物 潘仁美 塑造成了 戏剧形象 潘仁美 但另外一个方面 潘仁美 也的确应该 为杨业之死 承担责任 而且很可能 他在事后 会掩盖真相 推脱责任 所以 杨家将戏曲 从这个方面说 可以说是 比史书 更接近 历史真相 那么 历史上的潘仁 究竟是一个 什么样的人呢 他应该 对杨业之死 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 他究竟是不是一个 勾结藩邦 陷害忠良 十恶不赦的 大奸臣呢 我们下次再讲